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開始 很多品牌開始出一些卡藍光 它的等級最高也是60 但是呢 SIMPLE今年突破的一個技術 是世界第一 超過很多美國品牌 甚至成為台灣 然後也是世界第一最高等級 所以德國藍營還因為這樣呢 把他們的重新2024年 改了那個規則 改了那個規則 他們是能夠有效率 要藍光80% 80 好久不見啊 兄弟 好久沒見了喔 真的是怎麼回事啊 今天要幹嘛 今天呢我們來介紹 SIMPLE那天 我聽說其實前陣子 我有看到他的新聞 他現在變世界 你沒看到我嗎 我沒看到你 你在哪裡 為什麼要看到你 沒有 我有榮幸去參加那個記者會 你怎麼會有榮幸 你有篩選是不是 沒有 我們只是 看過你 你怎麼會有榮幸 塞錢耶 好啦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不只是台灣之光 對 他也變成世界第一的一個技術 為什麼會變世界第一的技術呢 其實我們等一下就跟大家一一的解釋好不好 OK 那我們要簡單 來介紹一下什麼是藍光 好 其實藍光就是 不管是我們現在看電視 滑手機 我們現在都會非常頻繁的接觸到藍光 而且你們知道就是SIMPLE的 SIMPLE創辦人 他最早就是有得青光眼 對 然後他才創辦了SIMPLE這個品牌 藍光呢 是屬於在可見的光內的這個波長較短 然後能量較強的光線 所以其實藍光 剛剛我們常常說 我們眼睛不可以直接直視這個藍光 你說很短 可是很強 對 很強 當然我們手機螢幕已經濾掉了 但是還是有一些釋放出來 而且他們是說3C的產品 藍光成分是非常非常的高 對 而且你想想看 我們以前是沒有手機的 對 我們是到可能成年19、20才有接觸手機 可是現在小孩子不是喔 出生沒多久 直接吸收眼睛綠藍光 直接戴眼鏡 對 所以很可怕 所以其實如果藍光 長時間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第一個眼球 然後會容易受傷 然後視網膜 然後還有容易黃斑不病變 像我們這個創辦人 他就是有點黃斑不病變 然後再來就是視網膜病變 然後到嚴重你可能會失明 所以就是其實盡早保護是最好的 對 盡早保護是最好的 他可以說是目前保護貼的天花板 就是保護貼界的愛瑪士 真的 因為他其實不便宜 那為什麼不便宜呢 因為他做了非常多的實驗 然後他們以前是做到抗60嗎 有害藍光 去年的話都是最高的60% 60% 就是有害藍光抗差不多60% 對 那今年是發生什麼事 今年突破了一個技術 然後呢是可以過濾掉有害藍光到80% 80% 超級高 其實他主要是想要減低這個藍光 對人體的有害 對 除了是手機或是我們看的那個光線 光暗啊 他都想要把它全部濾掉 所以這個是很難 可是我記得最早 德國Line Bureau 是最高只有60而已啊 對 60來說就是算他們已經最高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開始 很多品牌開始出一些抗藍光 它的等級最高 也是60 但是呢 Simple今年突破的一個技術 是世界第一 超過很多美國品牌 甚至成為台灣 然後也是世界第一 最高等級 所以德國Line 還因為這樣呢 把他們的重新2024年 改了那個規則 改了那個規則 他們是能夠有效率 遇到藍光80% 80% 超高 我們台灣的廠商 做了一個很屌的高藍光保護貼 然後德國Line因為這件事情 把原本的最高標準 對 再拉高 做到80% 然後目前只有Simple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對目前只有 你想要抗藍光 就是Simple 真的 而且今天我們不是講講而已 我們跟那個原廠 我們直接借到了那個 我們的抗藍光測試儀器 可以直接讓大家看到 就是我們說 全部的保護貼 它有害藍光 它阻擋的是多少 有害的是多少 沒錯 其實我以前有在夜市買過 抗藍光的保護貼 有 它其實就是會有點黃黃的 那它會讓你整個螢幕 都會有點發黃的感覺 Simple會這樣嗎 不會 而且以前你講的那種夜市 或是那種保貼 通常要嘛就是紫色 然後會有點黃色 然後那個色偏其實是真的差非常多 那Simple今年就是 其實從去年開始就已經很進步 那今年又更特別 就是它的簡單貼 它的這個玻璃貼呢 你完全肉眼看不太出來 有什麼變色的感覺 還原度很高 還原度超高 所以你放在螢幕上呢 有些人很多客人 我們有一些客人是 做設計的 它是不能夠有一點點偏色的 但是Simple裝具 其實很多它的色偏 還原度非常高 而且它今年是有 添加了什麼夜黃素質 對 你可以想想看 我們很多年紀大了 要吃一點夜黃素 維他命 它用在保護貼嗎 它直接貼在那一層上面 保護貼可以用在 添加在裡面 所以你想想看 你的保護貼上面 除了防摔 然後同時又看完光 然後還有這個 夜黃素的這個 這個材質在裡面 這個原料在裡面 很特別 所以為什麼連眼科醫生 然後都推薦 所以我們那天 在記者會的時候 除了德國萊英的總 就是負責人在那邊 然後還有醫生 很多醫生 然後還有很多教授 所以就是非常特別 我覺得Simple 可以做到台灣的眼科醫生都認證 我覺得這個超屌 醫生其實如果你要出來站台 或者是你出來要賣廣告 其實就是賣你的醫生 就是如果我今天用你推薦的東西 然後他這個東西 那麼爛 那你這個醫生的信任度就沒有了 可是這醫生真的都是 有這樣出來站台 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好 那我們剛剛其實都有提到一些 比較專業的名詞 就是德國萊英認證 那這個認證是不是很好過 這個認證不好過喔 它不好過是不是 它不是花錢就可以過的嗎 不是不是 有另外一個認證 是這樣吧 但德國萊英其實在世界是 非常有頭有臉的一個認證品牌 好那我們其實呢 講到藍光 那其實有害藍光的波段是什麼 是420mm 然後到460mm 其實就是最接近我們手機的這個波段 所以為什麼Simple簡單貼 它直接從12、13、14都一直在 一直突破 那把它的藍光能夠有效率 要藍光的等級讓它最高 對 所以就最主要是它把它 把這個波段呢 有效的把它遮蔽掉 對 當然啦 你長時間看 你一定還是會有一些問題 但是我們其實很多朋友 跟我們自己家人 在沒有用過抗藍光保貼之前 跟有用過之後 它眼睛都不會痠 所以現在呢 其實台灣有幾個品牌 開始慢慢達到PLR等級的60% 但是呢 目前80% 全世界就只有Simple簡單貼 好 直接跟大家講 BR啦 其實你們在外面 如果要買 你們今天不買Simple沒關係 你們去買外面POP牌的好不好 你們只要看BR啊 60%或是50%什麼什麼 它其實就是降低有害藍光 然後我們剛剛其實 私底下有實測了一下 還發現 夠驚人 對 騙人啊 他說什麼BR60 結果多少 70 40 30 20 根本就不到 沒有達到 根本沒有達到 我們今天就直接實測給大家看 但我們等一下可以測給大家 我們等一下可以測給大家 OK 好 郭董 我們要上車囉 來啊 檢測直接拿出來 不要再說我們只是說說的好不好 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邊有 這邊有四個數字 沒錯 然後它其實有分別 它是分波長的數字 像這邊有410 430到470 其實大家都 大家這邊看看就好了 因為真的有點複雜 然後其實真的有害藍光 我們美國那邊眼科的數字 給我們的是 435到450之間 是最有害藍光 對 所以我們其實 我們看到外界的BL 上面寫的數字 他們其實就是看這邊 430左右 第二個 它是最有害藍光 對 看它可以濾掉多少 它是最傷的藍光 然後上面的話 上面出來的數字 就代表它這個玻璃貼 可以濾掉多少的藍光 然後第一個其實就是 因為它距離最短 410mm 所以它等於是最強的藍光 410到417這個距離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看這兩個 這兩個 它看我們的寶物貼 它到底可以濾掉多少的藍光 OK 來我們第一個先上場的就是 我們一般的玻璃貼 一般的玻璃貼 然後它就是沒有主打看藍光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們外面用的寶物貼 沒有看藍光 它會多可怕 來囉 好來大家有沒有看到 最強它有濾掉64 然後第二個是11 它只有11.3 有害藍光它是主打11.3 所以等於有88.7 用眼睛來過濾 88.7都還是在傷害你的眼睛 OK 大家看到了 這是一般的 來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遮掉它 它上面寫BLR60 也就是它是主打看藍光的 它說他們有60的認證 我們就來看看它到底有沒有60的效果 OK 儀器會說話 它也是有經過SGS認證 各位它只有50 各位它只有50 然後有最強的藍光它阻擋91% 然後最有害藍光它阻擋了50% 也是蠻高的 也是高啦 可是我不知道確定 這樣可以說自己是B LR60我不確定 對沒關係 好我們現在開的是 這是目前世界第一 台灣之光 德國藍營認證 為了Simple 把標準提高了 本來是只有BLR60 沒錯 現在升格到BLR80了 第一個登台的就是我們的Simple 簡單貼 好來這個就是我們 台灣之光的保護貼 我覺得保護貼出到台灣之光 真的太屌了 太厲害了 這看起來不太像油 好 85 85 85 濾掉那麼多 它最強濾掉96.4 很高耶 真的達到80% 80% 對 好扯喔 很高耶 等於是最有害藍光它整個阻擋到85 而且80只是他們謙虛了 而且它只是一個標準 真的 它其實測試下來也有到85 真的 還是德國藍營認證 我們要不要再把標準再提高一點 我們提到85 所以其實這樣測試下來呢 我們真的可以看得出來 它真的是 Simple戰爭天爺真的是世界第一 真的耶 我們其實第一次拍這種世界第一的產品 真的是敬畏天人 真的很厲害 真的不是嘴巴說的 很多時候就是 我們這邊有過BR 60 我們這邊有過BR 60 怎麼樣 你們可以用 聽起來好厲害喔 結果根本沒有到60 OK 然後Simple就沒有在騙人的 好吧 我們也實測給大家看 希望今天的影片大家會喜歡 然後我們現在 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其實它斷貨了 對 所以現在我們要預購囉 我們80系列 80系列目前是要預購的 不過我們的抗藍光系列 因為它這次一樣有分三個規格 就是AR 然後還有電競的 就是霧面 然後再來就是防虧 聽說霧面更厲害 對霧面也很厲害 霧面它濾掉藍光更多 對更多 因為它主要是它那個霧霧的感覺 所以它也可以有效濾掉藍光 然後這次連防虧片都有做濾掉藍光的功能 很猛 而且到S80系列 可是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如果我沒有15 16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買它前幾代 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啦 但如果有過的 我們前幾代也是有 你可以直接到我們觀光看 看有沒有13、15的SIMPLE簡單貼 反正你只要買SIMPLE簡單貼 基本上BR都是60以上 你都不用太擔心 然後我們今年呢 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今年有實體門市 所以實體門市又多了另外一款 就是我們的SIMPLE簡單貼的 比較平價版本 但是一樣達到S60系列 這是平價版 對它有掉濾掉藍光也是60% 那今年就是在實體門市的用戶 你也有多一個選擇 就是全透明抗藍光 然後這個是AR 就是在陽光底下 會有一點抗反射 眼睛比較不會太亮 這樣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電競 霧面跟這個防灰片 那如果喜歡全透明的 我們門市呢 實體也有販售 我跟你講我們今天就是 來拍SIMPLE簡單貼的這個影片 它其實主打就是抗藍光 可是我們今天新鮮奶草 我們帶了一把槍過來 對 好不好我等一下會上一支影片給你們看 就是我真的沒想到 我跟你講 SIMPLE的業務跟小郭 都沒有想到我會拿槍過來測試 因為我覺得如果它既看藍光 又可以抵擋我們槍的測試 那是不是就無敵了 對很猛 好那我等一下就是播影片給你們看 它的它不只防待 看藍光 OK反正就是推薦一個 真的世界第一的品牌給大家 就是SIMPLE保護貼 希望今天這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那我是曉曼 我是小郭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真的強 曉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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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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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哇你們不只看狼光 還把我的嗶嗶蛋弄碎啦 哇塞 他要打過一個我們來測試看看 直接蜘蛛喔